很多人在家炒四季豆啊 不是发黄就是发黑 那你们第一步就做错了 四季豆千万不要直接下火就炒 做差20年的经验告诉你 跟我这样炒出来的四季豆 翠绿不发黑 做法简单 看一遍就能学会 四季豆啊 你们要选择这种宽的 这个比那个圆的更嫩更好吃 而且啊 它价格还便宜 四季豆首先改刀切成段段 本地的大青椒用刀削成块砖 起锅烧宽油 八成的高油温 向着四季豆炸一下 马上捞出 辣椒也稍微的炸一下 像这样起一层薄薄的虎皮就行了 留底油 向着蒜子红椒 百搭调味的野生椒豆豉酱 来上一勺就够了 在家做菜啊 不要只会放生抽蚝油盐了 这是香菜大厨都在用的豆豉酱 配料表干净 糖香浓郁 去腥蒸香又提辣 在湖南啊 家家户户炒菜 蒸菜必备的调味神器 香味出来以后呢 放入四季豆 辣椒 稍微的来一丝丝的盐 一小圈生抽 大火啊 爆炒到入味 最后啊 喷入一点锅边水 增加火气就可以出锅了 炒出来不仅好看还好吃 清脆爽口 下酒又下饭 简直就是素菜种的天花板 下饭界的砍把子 喜欢的叔叔阿姨啊 你就给我一比一去做吧